全台灣有300多個鄉鎮 200多個漁港 形形色色的漁獲眾多 而且各自都充滿著無限的生命力 今天跟著命將來到綠島 要一塊去尋找傳說中的香菇王 你們這邊真的也太多了吧 而且海水也太清澈了 而且你看它的眼球在轉 那前面這一道呢 海香菇 海裡面也有香菇嗎 這個啊 前面這個大香菇 這個嗎 對對對 哇塞 好大喔 兩隻腳一雙眼 探索海洋新感動 發現娛樂新世界 各位旅客請注意 搭乘上午11點半 開往綠島的船班準備要開囉 還沒有打開電視的旅客 請趕快打開 西底 今天娛樂新世界 夏日離島特別企劃第二彈 一樣要帶大家在綠島趴趴走喔 這個美如仙境的小島啊 有著豐富的海洋生態以及美麗景致 令人流連忘返喔 幹嘛 看了不看 沒看過大哥的女人喔 我跟你講喔 我現在呢 非常的不開心 因為啊 我才離開綠島短短沒幾個月 只有人敢在這邊跟我稱王嗎 聽說在這邊呢 有一個叫做香菇王的 究竟是誰咧 老闆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聽說你們在綠島這邊啊 有一個叫香菇王的 那是什麼東西啊 我只有聽過 草菇 蘑菇 香菇王 我沒有聽過耶 蛤 那我到底要去哪裡 找到香菇王啊 那我看你好像很生氣的樣子 對啊 你不要這麼氣啊 來綠島 太氣了 太氣了 要去消暑一下 不開心 我建議你喔 去浮潛啊 去潛水 去潛水 消消氣 說不定就可以找得到了 米家 你少在那邊裝兇狠了 我想實際上 你只是想要凹老闆幫你 安排浮潛吧 來到綠島這個地方 看見海天一色的迷人景致 加上炎熱的太陽公公 對你微笑 快 把煩惱都脫掉 一起去浮潛吧 你看現在米家已經換上這身潛水裝了 很帥吧 沒錯 待會我們就要準備開始下水去浮潛了 現在在米家旁邊的這一位呢 是非常帥的白教練 白教練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白教練 你依照今天的天氣啊 這跟整個潮水的狀況 那你覺得說我們今天要到哪裡去浮潛 會比較適合 今天我們到四浪去 可能會比較OK一點 而且四浪的軟珊瑚居多 然後你們會看了比較漂亮的海底世界 真的是不是 我已經過不期待了 讓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可以出發了對不對 好吧 那我們走吧 走 綠島是台灣浮潛的一個重要場域 每到夏日時節 浮潛的人可說是落意不絕哦 目前這些浮潛的活動都會與民宿做配合 推出套裝行程 所以你只要在去綠島之前 與你所選住的民宿做確認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哇 下一隻好漂亮哦 這邊就是石狼了是不是 是 沒錯 而且我們在這個位置往前上看啊 這邊就是台灣了對不對 中央山脈 而且今天呢 我這樣看過去海水真的是非常的藍哦 應該是可以看到很多很美麗的一些海底生涯對不對 對 你想到了什麼魚你都看得到了 真的 沒有錯 那你手上拿的這個是 你要去浮潛就浮潛幹嘛還要拿著草 這要幹嘛 這個叫做馬鞍藤的葉子 馬鞍藤 對 沒有錯 這個跟牙膏啊是一樣的功能 就是你把它揉一揉會有汁揉出來 對 然後你把它插在鏡片上可以防禦 一切準備就緒後 我們就要進入藍色大海 享受綠島最精彩的海底世界了 走 跟著你講下去瞧瞧吧 哇塞 白教練 你們這個也太多了吧 而且海水也太清澈了 整個陽光透進來啊 那個你的顏色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耶 對啊 因為我們這邊珊瑚礁是最多最普遍的 然後這些魚啊在珊瑚礁這邊 因為有食物吃然後又是保護區 對 所以就可以讓他們自由自在的在那邊悠遊 馬白教練 你看我們前面這一整群 閃閃包浪的魚啊 這是什麼魚啊 這就叫條文鬥娘魚 我們綠島都叫它雀雕 對 它又叫雀雕 對 它身上有五條線 然後是黑色 黃色 香肩 像斑馬線一樣 哇 這些魚真的長得好漂亮喔 而且他們也是那個成群這樣子的 對不對 沒有錯 那他們平常在海裡都吃些什麼 因為我看到珊瑚啊 牠會排出那種 牠算牠的排泄物 然後牠就在旁邊 對 所以牠在我們珊瑚礁的地形 這種魚特別多 你看前面這一隻魚 你看好可愛喔 嘴巴嘟起來的 教練 這一隻叫什麼魚啊 這一隻喔 叫做波皮豚 波皮豚 波皮豚 而且你看牠的眼球在轉耶 對 牠發現我們在看牠了 對 白鷹 前面這一隻魚 哇 牠的形狀好特別喔 牠那個 對 牠是腳蝶魚 牠在那個海底這樣翩翩起舞 牠的舞姿真的好漂亮喔 牠現在在做什麼啊 牠就是在吃珊瑚的那個 就是牠在肚子餓啦 牠現在在祕食就對了 對 沒錯 沒想到綠島不只是路上美麗 在海下的世界更是美到無法言喻 看看這些色彩繽紛的熱帶魚 是不是很漂亮呢 所以其實在海底啊 很有趣的是我們也可以找到 就是奇形怪狀的魚 什麼魚都有 妳以為魚已經離我們很近了嗎 對啊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可以讓牠離你更近 真的嗎 是哪一種啊 對 我拿吐司來給你 吐司 對 先加放在手中 然後慢慢的 真的耶 牠們都超過來了 嗯 牠們真的都愛吃耶 而且你看好多魚喔 旁邊的這些遊客 是不是也是在用那個 對 也是在用吐司餵對不對 所以這邊遊客浮潛 可以一邊用吐司餵你 對 而且啊 我們綠島的魚很現實喔 如果你有吐司的話 牠會慢慢的遊在你旁邊 真的 都不會離開你 當你餵完 牠就不理你了 真的是蠻現實的 我們剛這樣子游過來 一路這樣子看過來啊 其實珊瑚的種類蠻多的 嗯 而且不同顏色都有 哇 前面那個珊瑚啊 情況又不一樣 而且你看有魚耶 嗯 哇 所以魚都會在那個珊瑚裡面 你看又一隻了 你看一下這樣子陽光整個灑下來啊 就是所有的生物啊 不管是魚啊 不管是珊瑚 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非常的明顯 好棒喔 眾生長陽在這片藍色的海洋 有種說不出來的感動與暢快感 看到這些美麗的熱帶魚和珊瑚礁 我們深刻的體會到寶玉的重要性 看官們啊 當你們在享受青海的同時 千萬別忘了要留給這些生物 一個美好的家園喔 哇塞 白少年 你們綠島這邊 海底四眼衛冕太美了吧 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人帶魚啊 釣魚啊 這個保護區裡面都沒有污染 我剛剛啊 其實在下面 我看到有很多的油片 像米漿拿的這個 就是吐司可以餵食他們 而且這邊的魚啊 你知道超不怕生的 他們根本完全不怕人啊 我就這樣拿著那個麵包具啊 然後他們就整個保護人 完全包圍起來 你知道嗎 他們看到你就超開心的啊 知道有得吃了 他們好親近好友善 我好喜歡這邊喔 所以其實呢 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大家可以趁著夏天的時間啊 來到綠島 好好地找 擁抱一下夏天 我這次來到綠島 除了啊 就是要可以順便享受 浮潛的樂趣之外 是 我重點就是要來找什麼叫香菇王 你有沒有聽到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東西啊 有當然有聽過 它是我們綠島最有名的大香菇 真的假的 這世界有名的 那所以我去哪裡可以找到它啊 如果我們不是用生潛的方式去看香菇王呢 那我們就以做波浴船的方式就可以了 可惡 你是說這個香菇王這樣被我掏到海裡面去了 是不是 太破飯了 好吧 那我現在呢 就是要趕快去進行我下一個任務囉 那今天也麻煩你囉 謝謝囉 我要去找香菇王了 拜拜 再見 它可以保護它們對不對 等於是它們棲息的一個空間 對對對 進來一個啊 這個啊 前面這個大香菇啊 這個嗎 對對對 哇賽好大喔 剛剛白教練跟我說啊 要找到這個香菇王呢 可以搭乘玻璃船 咦 我想前面應該就是這一艘了吧 究竟香菇王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趕快進去看看吧 綠島的水上活動真的是不少耶 除了浮潛是一定要玩的以外 如果你是怕水或不方便下水的話 也沒有關係 娛樂新世界為大家貼心的安排了一趟 不一樣的青海活動喔 快快快 跟著咪講去看看 是什麼酷炫的玩意吧 好 綠島現在呢已經搭上了這一艘玻璃船了 那這一位是我們今天的導覽員蘇大哥 蘇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哇蘇大哥今天 哇你今天要是要帶我乘著這一艘玻璃船出去 對不對 對對對 那這一艘船有什麼功能呢 這艘船 它算是那個半潛艇啦 半潛艇啊 對半潛艇那裡有一艇 因為你知道我這次出去啊有一個任務就是我要到那個海底世界下去看 可是我們這樣子怎麼看啊 這樣子應該只看得到那個你知道海平面吧 對 那底下我們還會到那個船艙下去 船艙 這邊還可以下去啊 在底下 對 在那個船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四桌的那個美麗的那個風光 對 那至於在那個船艙底下 嗯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很美麗的那個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 對 高雅的玻璃船之旅即將展開囉 到底那個香菇王是長生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趕緊根據船艙下頭看看吧 嗨 哈囉 你早 這邊是我們那個玻璃船那個半潛艇的船艙 對呀 那我們現在在看的是這樣的 這邊完全看出去就是大海了對不對 對 大海了 對 哇塞 好美喔 對對對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那個 很多很多的海底生態一些那個魚 各式不同的魚類這樣子 好多魚喔 你看前面那一塊 那都是魚對不對 對對對 哇好漂亮喔 對 那個陽光啊 現在就是光線這樣灑下來超明顯的 代表這邊的那個海水真的是非常的乾淨對不對 對對對 完全都沒有汙染耶 你看那個泡泡都看了一清二楚 對 這邊真的好多魚喔 這邊的最有名的是那個珊瑚 珊瑚 對 那珊瑚它的種類 對 差不多有三百爪到三百五十爪 哇 那我們通常最常見的珊瑚就是 鹿角珊瑚跟那個短珊瑚 啊都是我的嗎 對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啊 對 你們綠島這邊啊 有一個叫做香菇王的 要在海底才找得到它 你知道在哪裡嗎 對對對 那我們再往前走一點點就會看得到那個 千年的大香菇 千年的大香菇 對對對 所以你知道在哪裡囉 知道知道知道 真的嗎 太棒了 總算要裝出來了 綠島這裡的玻璃船辦潛艇有海浮瓦 每趟旅程大約是四十五分鐘 價格則是和浮潛的價格一樣 三百塊而已而已 非常的便宜喔 你看那個你講的是 我們已經到那個大香菇啦 已經到了 對對對 是哪一個啊 這個啊 前面這個大香菇啊 這個嗎 對對對 哇塞 好大喔 千年的大香菇 對 上面的那個香菇 它們結構的 你看它上面裡面 各式各樣的那個 不一樣的珊瑚都有 對 就是附著在它上面的 有好多不同種類的是不是 因為我這樣看一下 就好像很多耶 很多很多 這個就是千年大香菇啊 對 千年大香菇 這個千年大香菇 可是綠島最著名的獨立礁喔 高度大約十公尺 底部外環則大約十八公尺 屬於團塊型的唯恐珊瑚群體 依照這個礁體的大小 推估年齡啊 應該有超過一千歲以上喔 其實啊 我知道像珊瑚有沒有 很多的那個海洋的生物 都會攀附在那個珊瑚的那個 之間 然後在那邊很擁有 它可以保護它們對不對 對 讓它們有一個 可以那個群居的地方在 等於是它們棲息的一個空間 其實啊 這個香菇王啊 對於你們綠島的整個生態啊 海洋的生態 其實佔了很重要的一個地位對不對 對 你中間有一個角色 所以我們在這邊 不容許有任何的破壞它這樣子 對 因為這 它就是非常非常一個美麗 是一個世界級的那個潛水的那個景點 我覺得啊 其實啊 我們這次來到了綠島呢 除了可以看到很多海底世界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之外呢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是 也見證到了其實綠島它的歷史 價值 然後 以及它整個生態 在整個綠島海洋的一個重要性 Mija 香菇王早就在綠島這裡稱王很久了 你就別再生氣了啦 這個人們口中的大香菇 一直在海裡守護著綠島的生態 希望大家遊玩競線的同時 也千萬要有保護生態的觀念喔 哇 蘇大哥 今天啊 我終於找到我要找的香菇王了 果然真的是名不虛傳啊 對對對 對啊 可是啊 我今天又是浮潛 又是做半潛艇的 現在我肚子有點餓耶 我介紹妳去吃那個綠島的那個海鮮料理 真的啊 對對對 時間也差不多啦 大概六點才會開始 哇 所以我們現在走過去 對對對 剛好要吃晚飯囉 對對對 那但是太好了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去品嘗我的美食囉 那今天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阿朗今天這一道咧 海香菇 海裡面也有香菇嗎 吃起來脆脆的 對 看起來像香菇對不對 那吃起來那個味道有點像螺肉 人家啊 享受過綠島的海洋美景後 當然要顧一顧我們的五藏廟啦 有什麼是比吃還來的重要呢 來來來 趕快跟著咪醬去品嘗綠島道地的好滋味吧 剛剛在船上的導覽員大概有推薦我說啊 來到綠島呢一定要來品嘗這邊在地的美食 而且這個美食啊 聽說在六點才會出現 沒錯啊 應該就是這邊啊 不過我怎麼感覺好像來到人家的景點 綠江 你來了喔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是老闆嗎 對對對 哇 老闆那個導覽員大哥啊 有推薦我要來這邊 就是說可以吃到你們綠島這邊的美食 真的嗎 這樣啊 那幫忙 等一下好料就出來了 所以我還要先幫忙喔 好吧 那這樣來到這邊 那我先幫忙好了 好 那我要做什麼 幫這些弟弟是不是 對 好好好 哇賽 通常都只有娛樂新世界在凹人家的 這次咪醬你竟然被凹了 我真的是幫不了你啦 如果你想要吃好料的 我想也只能乖乖地幫老闆倒沙缸囉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綠島風味美食上桌囉 哇賽 哇裡老闆這些都是在綠島這邊非常在地的美食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來一道一道來跟我介紹一下 首先這一道是 海草煎餅 海草煎餅 所以裡面就是有海草囉 海草 麵粉海草 還有紅蘿蔔 炸的酥酥脆脆的 我常常看那個感覺 打汁下去 蒸 哇 有那個海草本身的那個鮮味 對 而且不會很油耶 怎麼會想說要用這種方式來那個 因為海草通常我們都是吃涼拌 涼拌的比較多耶 對對 這海草煎餅是怎麼做的 用海草 那個麵粉 紅蘿蔔 下去打汁 打的好像一點 比較 勾勾這樣太乾也不行啊 對啊 而且其實它吃起來不會太乾 而且重點是也不會很油 一般來講我們吃那個海草呢 通常都是涼拌的比較多 可是呢在綠島這邊可以吃到 你知道 煎成餅的 對對 不錯 好吃 下次來到綠島很推薦喔 對不對 那這一道呢 這個有翅膀的 應該就是飛魚了吧 對不對 所以這邊 綠島這邊也有 也有飛魚對不對 有 那我就來吃吃看 請嚐一下 對 哇 這邊有一點吃 有 稍微吃 嗯 嗯 不愧是啊 就是在海裡有素很快的飛魚 對 它那個肉質好結實喔 對 因為它有它本身很天然的那個海味戰 對啊 太鹹也不行 好吃 其實我覺得不用加那個 胡椒粉 對對 這只是裝飾用的啦 對不對 對 那前面這一道呢 海香菇 蛤 海香菇 海香菇 對 這道海香菇也蠻不錯的 海裡面也有香菇嗎 不是 這個是花枝皮 花枝皮 花枝皮 叫做海香菇 這是這個黑色的嗎 黑色的黑色的 對 這就是花枝皮啊 看起來真的還蠻像香菇的耶 對 那我要配這個嗎 這個一起吃嗎 對 那個是洋蔥 洋蔥 哇 吃起來脆脆的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味道啊 看起來像香菇對不對 其他吃起來那個味道有點像螺肉 對 應該還蠻下飯的吧 對 蠻好 對啊 哇 那你以為怎麼會用花枝皮來做料理啊 這花枝也是在綠島這邊非常著名的海產 對對 所以這些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包括這個前面這個是 羊肉爐 羊肉爐 所以羊肉爐 羊肉也算是這邊 非常有名的對不對 對 所以都是在地的囉 可是啊 其實夏天吃羊肉爐真的會不會太補了 不會 你看這邊超多人的 對啊 所以你們這邊也算是 綠島這邊的景點囉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就是有問一些路人 然後他們就說其實來到這邊啊 綠島這邊其實他們就非常的推薦這個地方 因為真的可以吃到就是 是非常在地的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啊 就是用海草做的料理啊 飛魚 包括了花枝皮 所以真的其實啊 我覺得來到綠島我們除了看一些 可以欣賞到很多美麗的海景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來這邊品嘗品嘗非常在地的美食啦 哇 看起來都很好吃耶 不錯不錯 下次啊您有機會來到綠島的話 推薦大家一定要去品嘗看看這些綠島的在地美食喔 保證會讓你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喔 這次的綠島行大家還喜歡嗎 如果呢你想要享受陽光 空氣和大海的自在感 千萬就不能錯過綠島喔 娛樂星世界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炎炎夏日該怎麼度過呢 快來綠島精彩一下吧 如果您是安排兩天一夜的行程 建議可以在第二天的一大早 去體驗綠島最道地的浮潛活動 到大海裡與熱帶魚一同起舞 長陽在屬於藍色的擁抱當中 如果你是怕水或是不方便下水的人 則可以選擇比較自在的親海活動 玻璃船海洋體驗 不會弄失身體 又能欣賞大海的湛藍 享受屬於你和大自然的私密對話喔 至於綠島這裡最最最最道地的海鮮料理 到底是什麼呢 那你一定不能錯過像是炒海香菇 海草煎餅 香煎飛魚等料理 都是您不能錯過的特色美食喔 珍愛碼頭這邊有一條 彌陀的藍色公路的新行是要準備事業 今天的阿米獎就要來遊彌陀囉 我前面看過有飆車啦 這個畫在飆場耶 這邊的地形啊看起來好特別喔 它是一種惡地形 幾千年幾萬年才形成這一種惡地形 享受那個假日的時光 來這邊看看夕陽 然後全家大小來這邊運動啊 那種感覺真的很棒